当在歌手当打之年里 周深活蹦浪跳的 唱起了《达拉崩巴》的时候 有多少人被他的舞台爆发能力所震撼了呢 在孩童和成人 女孩和男孩的角色当中 任意切换的游刃有余 观众是大呼 隔壁身临其境 快快来邀请周深吧 周深那个娱乐圈 公认的最纯粹的小男孩 跟他亲近的音乐制作人 钱雷评价周深说 从来不乱花钱 有钱就往家里寄寄 然后让父母过得好一些 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社交 很干净 没事啊 就听听歌唱唱歌 人人都说 在这龙蛇混杂的娱乐圈 混了这么些年 周深怎么还是那么不成熟呢 不懂得事故 也不知道何谓实际 周国平说 真正的成熟啊 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 真实自我的发现 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没有突如其来的爆红 也没有一名惊人的能耐 可是他就这么一步一步 诚恳的走到了现在 说不清是大鱼成就了他 还是他唱红了大鱼 或者他本身就像是一条鱼 没有什么棱角 也能够自由自在的活得很好 没有棱角的人懂得原谅 更懂得与痛苦和平相处 看周深的采访啊 他经常就是笑嘻嘻 没有多少正经 记者问他 演唱会筹备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好玩的事情 可以分享一下呀 周深毫不犹豫的摇头说 没有啊 我们就是一个特别 没有惊喜的演唱会 说完之后啊 大家更不想去了 票啊 更是卖不动了 网易娱乐间里面 直播的时候啊 他学起了过年的杀猪叫声 还有这个自带通讯公司的客服人员的声效 整个直播间真的是笑得停不下来 周深的粉丝们都说 别人介绍自己家的偶像是 我家偶像啊 特别帅气 唱歌好听 又会跳舞还温柔 我介绍我们家的偶像的时候说 呃 我家偶像是个沙雕 看到那个在记者面前的沙雕戏经 你几乎很难想象 原来他唱起歌来啊 是最纯粹的天籁之音 用高晓松的话来说 周深是一个人的唱诗班 可是啊 笑得那么开怀的大男孩啊 前面的二十几年的生活 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备受保护的 相反 在每个传功的后面 都有过难以言说的煎熬和挣扎 周深独特的嗓音啊 在如今的音乐圈里面是独树一吃的 但是在他年少时期 却是他自卑的源头 小学的时候 在贵阳上小学的周深 因为唱不同的声部 不会跑掉 而得到了这个音乐老师的青睐 被选入到了合唱团 那段时间是他少有的风光时期 当着大队长 然后去各个比赛拿奖 是同学们羡慕的对象 只是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 这一切都开始逆转了 只因为属于男孩子的变生期 他没有如期到来 导致了周深的声线啊 就这么的停留在了童生阶段 就如他如今的性格一般吧 他的声音也拒绝了变成大人 这带给他的是无止境的麻烦呀 经常有别的学生啊 在他背后指指点点 说他男不男女不女的 原本呢 是天之交死的周深 就这么的变成了异类 跌入到了谷底 他沉浸于自我怀疑的泥沼当中 真的无法自拔 初中三年呢 都没有再开口唱过一首歌了 许多人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灰暗的时光之后 常常会变得比较的阴郁 而且沉默 但是周深是幸运的 那段难熬的时光 始终还有他爱的音乐陪着他 而他也未曾想过要放弃唱歌 所以在高中时期啊 他重新开始参加唱歌的比赛了 然后用他独特的歌声 再次的帮自己找回了一些自信 这是伤好会留疤 不过呢 是因为天心善良 所以才会在经历过痛苦之后 更加的懂得感同身受 多年之后 音乐人齐心 然后问过周深说 之前你参加歌手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个很内向 不爱说话的人 但是现在呀 却变得很活泼很开朗了 这是成为艺人之后的心态转变吗 周深心平气和的讲述了 自己小时候被霸凌的经历 这导致了他害怕跟人交流 但是其实啊 谁不想被别人喜欢呢 即使是不是喜欢吧 也不愿意被无缘无故的讨厌呢 对不对 有的时候啊 大家真的小看了语言的力量 很多话你说出来 冲击真的很大 会影响人很长很穿一段时间的 但是我要感谢这样的性格 如果不是这样的性格的话 我可能没有现在相对来说 比较细腻的处理方法 原来啊 痛苦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 只是岁月仍然 精力良多 学会了和那些过去的伤害 和平相处 没有棱角的人 懂得了珍惜 更懂得如何感恩 高小松自称一辈子 只有三次自掏腰包 投资一张喜欢的歌手的唱片 前两次做的是小科和朴术的 而第三次就是为了周深 歌手有天赋是必须 但还有一个是人得好 而周深呢 是一个非常让我喜欢的孩子 有梦想也能为人处事 高小松爱惜周深 可以说是毫无掩饰 早在周深唱大鱼之前 早在周深不过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新人之时 高小松愿意动用自己的资源 耗费三年的时间 只为了给周深出一张专辑 而周深也确实是值得的 周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贵人 但是这些贵人呢 之所以都愿意为他倾注心血 只因为周深呢 确确实实是一个 懂得感恩的大男孩 周深在跟着高小松 做这个专辑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时间吧 哪怕是凌晨两点 找周深说 你去录个小样 饿着肚子的周深呢 也会录出来 刚录完别的节目 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呢 高小松说 要录小样 然后周深也照样的录到 深耕半夜 无怨无悔 除此之外呀 还有周深起步的好声音 他参加好声音的导师是纳英 直至如今啊 他也深深的记得纳英的栽培之恩 纳英啊 也同样的偏爱着周深 将周深举荐给了高小松 然后为他在背后 做了不少的工作 所以三年之后的 《中国新歌声2》开播的时候 纳英邀请了周深回来帮唱 才有了那一首周深和郭庆对唱的 《大鱼》的经典现场 时间再往前推 就是在周深参加好声音之前 他不过只是在乌克兰留学的穷学生 整天呢还在为了生计在发愁 可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一个月呢只有300块钱的工资 但是看到周深的牛仔裤破了 就花了400块为周深买了新裤子 很贵的水果啊 也会经常的给周深买 还嘱咐他多吃水果对身体好 而周深在成名之后啊 也是尽可能的在生活上去帮助自己这一位曾经的恩师 让恩师啊 晚年能够尽量生活的更好一点 2016年周深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考试 等成绩的时候跟老师开玩笑说 如果我还有机会能够继续跟你学唱歌的话 你一定不要像以前一样 让我来求你三个月你才收我 老师很认真地回答他说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一定会收你当我的徒弟 我一定会继续地教你更高的音 许多人呢总是自是有才 却不遇贵人 但是你却忘了 只有你足够优秀 才能够有机会去接触更加优秀的人 也许正因为遭遇过少年时期的一些不愉快吧 所以成年之后的周深更懂得去珍惜别人的善意和好意 也知道如何去真诚地回报那一些关爱他的人 临身实践路 沧桑后见童真 周深呢并非不懂事故的 只是知事故而不是故罢了 世界有多复杂 他并非不知觉 只是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番舞台 想要心无旁骛地认真唱到羡慕吧 所以我们再知道 基建制给我 淋上的领导 我们下的领导 给了 领导 感谢观看